大家好,朱春濤 行政蔣冠海一成昨天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談到 經濟復甦後澳門民生區的商鋪租金上升 但實際生意不似預期 導致不少中小企經營困難甚至停業 他說租金全部跳得很厲害,即是加多少 但不少企業本身已經吊緊鹽水 租金再升,根本是逼他們停業 他說這種情況佔了很多部分 呼籲澳門業主加租,不要大幅加租 支持本地商戶,形容千錯萬錯 都是之前當時樓價炒得太高 希望金融界認真檢討銀行借貸問題 而有底線思維,避免因為商鋪價格過高 引起後續連鎖問題 其實香港和澳門的餐飲零售 都是同樣面對這些問題 究竟是否真的加租令到商戶經營困難呢? 或者需求減少,生意少了 還是兩樣因素都有呢? 關於這個問題,剛巧巧 今天中原集團創辦人蕭永青 在思觀點發表了一篇文章 題為結業潮是租金過高所造治的嗎? 他認同離港的旅客購買力下降 以及多了人不想消費 都是原因之一 但有些人認為地產霸權在租金過高所致 導致企業倒閉經營困難 但他不太認同這個觀點 他認為現實商鋪的租金 近年一直都在下調 已跌至超過十年新低 租金能維持甚麼水平? 他認為數來都不是業主單方面作主 而是由生意好壞決定 經營者生意好賺到錢 業主才有條件加租 如果經營者生意難做 業主還不肯減租 其實店舖一定租不出去 蕭永青說 如果經營者不健忘又肯說老實話 租金高的年代 大多數是他們生意好賺大錢年代 現在租金跌破十年新低 對生意卻幫忙不大 因為生意好壞才是租金高低的成因 是前者決定後者 不是由後者決定前者 所以做生意的人 只是希望遇到好生意的環境 而不想遇到低租金的環境 他舉例 香港有些正在招租商場頭半年免租 業主還提供數以十萬計的裝修津貼給租客 但一樣無法租得出 反映租金高低並非決定性的因素 他認為香港零售業之所以會落入這樣的田地 是因為以前生意太容易做 所以競爭歷日漸退化 現在內地同行追上來了 香港優勢不再 當然無法再食老本 非要隔身不可 香港經營成本一定比內地貴 很難與內地競爭對手鬥便宜 要有創新、有特色 要能夠引領潮流 當然不是人人做得到 但只有做得到的才不會被淘汰 當然 港澳兩地的情況又不盡相同 澳門部分業主可能見到疫情過去復償 加回租金上去 租金不再是疫情價 誰知租戶又不頂得順 不過始終租金水平都是由市場供求決定 如果店舖太久沒有人租的話 始終業主要面對現實減租才有人成租 因為始終能夠做得到生意 賺到錢 才有能力交租給你 如果一味堅持高的租金 不肯減 始終是沒有人租 這種情況可能要遲些 多些時間才能夠找到一個平衡點 不知道大家認為有什麼原因 導致這樣的情況 好 這集看見到之前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集見